第41章,太上抬星。然而,阴圣之冲入诅咒之物中,却是如同虎入羊群一般,党者披靡,出手一剑就是一个丧尸。 庞佛丝毫不受诅咒之物的影响一般,让后两人的叹息一下子被压回到了肚子中去。 却是关键时候,阴圣之听到耳边有人向着自己传音,不要怕,你只要宁神静气,抱援手衣,这些雾气影响不到你的。 阴圣之听了就是一愣,这声音很是耳熟,居然是剑神珠三的声音。 而且,这等传音入密的手段,阴圣之前是梦中也不陌生,练起不到先天之境,却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来不及细想,阴圣之已经掐绝念咒,太上抬星,应变无停。 驱邪妇媚,保命护身。智慧明镜,心神安宁。三魂永久,破无丧青。 此咒一出,灵台稳固清明,再不受这些雾气所影响,每一剑刺出去,都能干掉一个丧尸。 老实说,这些丧尸并不怎么厉害。 除了力气比活着时候大点,其他行动缓慢,僵硬,只要心中不切,便是普通人都能够轻易干掉。 就是这诅咒之物十分麻烦,再加上斩杀丧尸之后,会有一些黑色甲虫飞出,行动如电,扑在人身上定然没有好事。 不过,殷胜之梦中,前世千锤百炼的剑法,当年水泼不尽,便是一盆墨水泼过来,也要被长剑给尽数挡回来。 就算是数十只剑之射过来,也都会被殷胜之长剑隔挡而开。 当然,只是轻剑,若是重剑或者弩弓,那可就没有那种本事了。 不过,凭着那时候陆营兵和八旗兵的本事,也休想射出重剑来。 如今这一世,虽然没有恢复那巅峰剑法,但是斩杀这些个黑色甲虫,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随着殷胜之连续干掉七八个丧尸之后,那些黑色甲虫越来越多,殷胜之有些招架不住,就退出诅咒之物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鲍勃忽然张开眼睛,神光电射,叫道,让开。 三人下意识地闪身让开,一道火焰几乎就是贴着三人的脑门过去,实在是巷子太过狭窄了。 这道魔火射了过去,遇到那诡异雾气,简直就好像遇到了燃料一样,迅速地蔓延开来,延伸数十米,直接烧入到了那栋小楼之中。 所有的丧尸也都被陷入魔火之中,很快烧地倒在地上。 至于那些黑色甲虫更不必说,对于这等魔火极其害怕,在火焰之中发出刺耳的尖叫,然而也迅速地被烧成了灰烬。 笼罩数十米的魔火熄灭,四周同样没有一点焚烧痕迹。 几具原本的丧尸也变成了尸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却也没有半点被火焰烧过的样子。 这就是魔火的特异之处。 即使是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周围一直保持安静,甚至没有出现看热闹的人。 这可绝不符合四周的环境啊。 显然肯定有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周围的局势,是哪一方做的? 因圣之倾向于是阿尔文法师的安排。 却就在这个时候,整齐地轰隆地脚步声传来,让人不由自主地看过去。 就看见了机队穿着铠甲的士兵,从各条巷子出现,算是把周围给包围了起来。 一看这些人的做派和装备,因圣之就知道这肯定是正规军,佛兰德伦王国的正规军。 而且,不论是哈伦海登,还是鲍勃见到这些士兵之后,明显地都有着松了一口气的迹象。 这些手中背着一种喷壶,遇到残留雾气、尸体、虫子等等东西,就毫不客气地喷出一种火焰来进行焚烧。 他们迅速地包围了周围的所有小楼,然后派人上去查看。 不时传来一声声惨叫和枪响,接着就是一句句尸体给抬了下来。 而剑神珠三也没有显出身来,好像已经消失不见。 大概是不方便现身。 因圣之心中有些猜测。 这时候,一个身材格外高大的军官,在几个护卫的簇拥下走了过来。 领头的军官走进了摘下头盔,却是一个有着灿烂金发的年轻人,长相硬朗而英俊。 然而他看着和鲍勃一起站在一起的殷胜之,脸色就显得十分阴沉。 你就是新来的法师学徒,几次夜里居然和鲍勃待在一个房间里过夜。 你个混蛋,怎么样,敢不敢和我决斗? 这位金发年轻军官冷笑着,眼中似乎有着火焰在燃烧。 随手一捏拳头,整个人身上已经散发出了如同火焰一般的气势。 殷胜之心中一领,这人起码打开了元气神窍,挖掘出了部分的元气神脏,甚至要比海灯似乎更加强大。 而殷胜之,刚刚觉醒记忆也就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修为当真十分有限。 够了,德威特,他是我的朋友。 鲍勃也怒了,走出一步挡在殷胜之的面前。 然而这种情况,却让那位德威特更加愤怒起来,如果眼神能够烧死人的话,殷胜之恐怕已经被烧死了十几次了。 当然,这个世界上眼神真的能够烧死人。 可惜,有这样本事的人,都是法师。 而德威特不是,他恼怒地叫道,这个该死的黄皮猴子是你朋友? 那我更要杀了他了。 我要把他的全身上下的骨头都给敲碎。 殷胜之原本只是在看热闹,他开始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情形有些不对,怎么会有一种怄气的感觉? 尤其是这金毛男是知道鲍勃在自己房间里过夜,这才来找自己没麻烦的。 这金毛男莫非以为自己和鲍勃,斯,殷胜之只觉着一股毛骨悚然。 这让殷胜之不得不用一种隐晦而又古怪的神色打量起两人。 但是,当那德威特骂出黄皮猴子的时候,殷胜之顿时愤怒了,一把抽出腰间的短剑, 你说什么?黄毛猴子?四周的士兵都是哗然,因为很显然,他们都是金发居多,而且都还是金毛男的朋友。 顿时一个个对殷胜之怒目而视,甚至骂了起来,这个黄皮猴子。 冲动的立刻就要和殷胜之动起手来,殷胜之怡然不惧。 梦中前世的经验告诉他,这个时候不要怕得罪人,千万不能退缩。 尊严永远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退让出来的。 第四十二章,德威特。 这个时候,殷胜之就算是面对全营的士兵,也都没有半点退缩的余地。 哈伦和海登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时间都感觉棘手。 苦笑正准备站出来阻挡的时候,德威特大喝一声,都给我退后,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轮不到你们插手。 说着,这德威特就抢上一步,背挤一挺,整个身子似乎就要长高一截子似的。 他本就高,这时候起码就像是两米多的大块头压迫过来,带给人一种巨大的震慑力。 然而,殷胜之神色不变,既然对方是空手,他却也没有动用短剑。 同样上前一步,抓住那德威特的手臂,双方就要绝力起来。 刚一交上手,殷胜之就发现这德威特的力量比他大多了。 一般挖掘出神脏的人,往往身上都会有着千斤之力。 而殷胜之只是打开了精神神藏而已,论起力量并不会比普通人强大的太多。 这时候,初一交锋,殷胜之就知道,论起力量,他绝不是对手。 但是,既然殷胜之还敢如此出手,那自然就有着打算。 他微微一笑,上次在雷雨时候,采取的那点雷煞,原本是准备应付香取广雄的决战的。 却不想当日决战根本就没有用到,这些日子,这点雷煞一直在殷胜之身中默韵。 此刻一旦接触到德威特的身上,立刻释放了出去。 可怜那德威特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刚接触到殷胜之的双手,顿时有着一种麻酥酥的力量涌遍他的全身, 让他浑身一僵,庞佛奠基,几乎半点动弹不得。 然后,这位可怜的家伙就被殷胜之一个过肩摔给重重的摔倒在地,接接实实地轰然作响。 可以想见,那德威特摔得不轻,便是旁边观战的人们也都有着一阵感同身受,不由跟着呲牙咧嘴。 然而,那德威特的身体强壮的过分,简直就是鼠牲口的,居然很快从地上爬了起来,不甘地对着殷胜之大叫,再来。 殷胜之没有想到,正常人早就该摔得七晕八速爬不起来,这货居然身体素质如此强悍,居然还能站起来挑战,一时间有些为难。 他采练的雷煞本就不多,总不至于全浪费在这个德威特身上。 但是要给这货来个狠的吗?总不能因为口角杀人。 这里可是弗兰德伦国防军,顶多教训一下这货罢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认怂。 殷胜之眼神一寒,正要下狠手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利贺,助手,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德威特的个子已经足够高了,然而眼下却出现了一个快头更加庞大的人来。 穿着铁甲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形坦克一般移动过来,天然带着巨大威慑。 他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要侧着身体相让,否则这条巷子就要被堵住。 但这一层铁甲,恐怕就有三百多斤的重量了。 殷胜之心道。 可以想见,这魔兽一般的身躯之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 上尉,我得提醒你,现在是在执行军务,你是不是想上军事法庭? 这家伙出现在德威特的面前,取下头盔,向着德威特咆哮,口水喷的德威特一头一脸。 偏偏这个德威特虽然桀骜不驯,但是在这位长官面前却像是老鼠见到猫一样的老实,一动也不敢动地听讯。 给我滚过去执行任务,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再乱来,信不信我就在操场上练练你。 德威特被骂得狗血淋头,几乎被口水给洗脸,只能灰溜溜地退开。 但是临走时候,却是冷森森地看了阴圣之一眼。 庞佛是在用眼神警告殷圣之,不要得意太早,迟早收拾你。 谁怕谁? 殷圣之同样蹬了回去。 代本法师过段时间练出几条蛊虫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取了你性命。 殷圣之心底一阵冷笑,梦中前世在江湖上奔忙,反清复明,却是所学颇杂,便是许多歪门邪道的法术,也都学会了不少。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几个人,那简直就是太容易不过了。 这时候,不论是殷圣之,还是那德维特互相之间,也只能狠狠对望一眼,不论心底各自如何发狠,也只能跑开,不敢继续动手。 太好了,见到德维特终于跑开,鲍博松了一口气,说道,我刚才真怕德维特这个蛮牛伤了你。 殷圣之仔细打量了鲍博几眼,确认他并不是女扮男装之后,这才轻松了一口气之余,却也是不动声色地和鲍博的距离拉远了那么一点。 两位尊敬的学徒,那大块头军官走了过来,笑道,我是国防军中校百德文,很荣幸和两位共事。 刚才多亏了你们拖住了这些见鬼的雾气,否则四周损失还要巨大,等下肃清了周围的危险,还是要请两位学徒帮忙进化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 鲍博说道,可惜我法力太低,有太多人没有就到。 这时候,那些士兵从各个公寓之中抬出的尸体,怕不已经足有数十聚之多了。 幸好这些白天,大部分人应该都在工作,否则若是夜间,更不知道多少人会死。 殷圣之对这位博德文中校对于鲍博的态度,很是诧异。 两世为人,尤其是这辈子当兵上军校,让殷圣之对于丘巴们的作风,最是了解不过。 军队之中,最是护短抱团,莫要看这位百德文对德维特骂的狗血淋头,但是人家占有同袍,关系比对自己这种外人好多了。 按理来说,对于自己,不会很客气。 但是这时候,这百德文如此客气,肯定不会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应该是鲍博。 再加上这位怎么看,也都是年少才俊的德维特和鲍博不清不楚的关系。 殷圣之忽然发现,自己居然一直没有问过鲍博家世如何。 现在想来,能够败在阿尔文法师门下学习,应该也绝不会是普通人家出身。 很快,检查过那座公寓小楼的几个士兵,已经打出了安全的信号。 走吧,该我们两个上阵了。 鲍博忽然一拉殷圣之说道。 第43章,我们两个睡觉。 哦,我们两个? 有什么用处? 殷圣之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闲人,这场战斗从始至终好像都没有他的半天用处。 他都不知道自己来是做什么的。 这个时候,被鲍博这么一说,很有莫名其妙的感觉。 当然是净化这个地方。 这里出现梦魇之物了,肯定是有诅咒之源。 邪恶已经把这处土地给沾染,为了防止这种地方以后会出现后患, 就需要我们把诅咒之源找出来来净化。 打仗轮不到我们这些法师和学徒,但是,想要净化这个地方,也就只有我们半得到。 鲍博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也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法师学徒的培养,或者叫磨炼。 嗯,用法师们的话来说,就是菜鸟法师的战场。 鲍博说道。 尽管魔火的燃烧,雾气已经变得很淡了,到处都是直勤站岗的士兵。 他们一直来到最初的公寓楼面前,那百德文笑道,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现在时间还早,睡一觉还来得及回去吃晚饭。 怎么样,需要我帮你准备毯子吗? 鲍博笑吟吟地,一指音胜之,道。 很遗憾,我的导师吩咐了,这次净化的主角不是我。 你可以把自己准备的毯子给他用。 这时候一声冷哼,旁边一个大汉把铁制的,只留下眼睛和口鼻触的头盔取了下来。 面色不善地打量着银圣之,不是别人,而是德维特。 好在,这个时候,正在执行军事任务,德维特虽然怎么看银圣之也都不爽,但是并没有更多的表现。 他只是冷冷地打量着银圣之,冷声说道,以现在的气温,睡上一觉,肯定冷不死。 等等,睡觉? 银圣之莫名其妙。 没错,就是睡觉。 你可以睡在这里,也可以睡在其他房间里,只是我告诉你,这睡觉可不是那么好睡的,别被吓死了呀。 德维特不怀好意地说着。 其他人轰然大笑,带着一种看好戏的味道。 银圣之皱着眉头,一边说着让他来净化这地方,一边让他来睡觉,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 银圣之想起了自己最近所学的各种购梦术的内容,心中不由猜测,拿上这个,好好睡一觉。 你很快就会明白,咱们这里的战争法师培养,可不像是学院派的暗部就班。 鲍勃也带着桌霞的笑容。 他补充了一句,当初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银圣之微微点头,无非就是睡觉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难道还有人敢成绩杀了他不成吗? 要找到诅咒之源,很可能这些倒霉的盗墓贼们挖到了不止一个的诅咒之物,结果倒霉了。 我们要被这东西找出来? 鲍勃说道。 为什么直接不能去找? 派人搜查。 银圣之问道。 诅咒之物已经出现,那东西肯定已经被打开了。 现在在现实之中已经找不到了,刚才那些士兵们翻找过,现在靠你了。 百德文笑眯眯地说着。 那么,我就睡这里好了。 银圣之淡然说道。 给他搬一张床过来,记住布置舒服一点,不要委屈了,我们未来的法师老爷。 忠孝一个命令,很快就有一张大床被搬了过来,就放在镇子中心的空地上,被入枕头一应俱全。 都是我们在镇子里找的全新的东西,没有人用过。 未来的法师老爷可以好好睡一觉。 几个士兵同样不怀好意地笑着。 银圣之冷哼一声,看来在这儿睡觉肯定会有什么古怪了。 他也不惧,干脆地直接脱了外衣和鞋子,就那么直接躺在了床上。 任凭那些人饶有兴趣地在床周围打量自己的睡姿。 就算是在这种古怪的情况之下,法师控制自己的精神,修行者控制自己的精气神三者, 总之想要入睡都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因此,躺在床上,不过短短的片刻,银圣之就睡着了,意识不断地向下沉去,进入到了睡梦之中。 当银圣之一觉醒来的时候,四周已经变得暗沉沉的了,原本四周的人一个个已经变得无影无踪。 雾气似乎变得又浓了起来,一壮壮老旧的公寓在这雾气之中,忽隐忽现的,变得十分正明。 更古怪的是,这地方死气沉沉之余,却又变得生机盎然。 无数的植被从各处空地,楼房之中生长而出。 庞佛好像是过了千百年以后,世界末日,城市变成了废墟,渐渐被植物卷土重来一般。 殷圣之走了几步,就发现地上有着许多怪物尸体,细细一看,居然都是人形。 确实不知道怎么就生出翅膀,鳞脚等物。 然而,却都已经被人杀了。 同样都是一件封喉,浑身上下除了脖子处这一抹细细的伤口之外,居然再无一丝的伤口。 果然!殷圣之见此并不意外,反而暗中落实了猜测。 他四处查看,这周围的社区早已经面目全非。 原本目标所在的公寓楼早已经没有了踪影,反倒是一条小路开辟而出。 更像是被一箭斩出。 没错,正是被一箭斩出的笔直小路。 要找到诅咒之源,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个公寓之中,殷圣之毫不犹豫地顺着这条小路, 一直往前走,但见一路上到处都是人形野兽的尸体,看起来格外的诡异。 然而殷圣之却没有半点犹豫,不断跟着这条小路前进,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进入到了一片森林深处。 远远地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在道路的尽头,那正是原本的公寓小楼。 然而这时候,不仅未知变到了这森林的深处,就是这座原本不过五六米高的两层小楼,也都变大了起码十倍。 庞佛一道墙壁一样地挡住了这条道路的尽头,更是有着一颗起码上百米高的巨树。 庞佛活了过来,伸出无数鞭子一般的枝条,向着一个敌人抽去。 而那敌人身形极小,宛如灵活的苍蝇一般,纵跳如飞,但是手中常见,却是一挥而出数十丈的剑气。 所过之处,无数的枝条,像是普通的树木,遇到大剪刀一般,被切落而下。 莫要看那大树显得无比颇大,但是在这纵横剑气之下,就显得十分脆弱。 第44章,再见朱三。 就在殷圣之走过来的时候,便见着一道剑气宛如白红,惊天而过,已经将那树腰拦腰斩断。 好厉害! 殷圣之见得眼皮直跳,即使知道这是在梦中,一切经过扭曲放大。 但是这剑神朱三的本事依旧让殷圣之为之惊艳,就算是自己梦中前世,剑法也都没有修炼到过这种地步。 完全可以和古代剑仙媲美了。 殷圣之小心地向着公寓楼上走过去,那道仗剑人影,却是飞身而下,还剑入翘。 身后的树腰,怦然落地。 剑神朱三。 他还剑入翘,手中拿着一个罐子,走了过来。 对此,殷圣之并没有半点惊讶,微微躬身,刚才多谢前辈指点。 实际上,早在看到那些怪物尸体,还有剑气开辟出的小鹿时候,殷圣之就已经猜测到肯定是剑神朱三的手笔了。 除他之外,天下间还有何人有此等剑法? 剑神朱三微微一笑,道,听说你败在了高等炼金师阿尔文的门下,我也替你很是欢喜。 你既然在找这个东西,就拿去吧。 说着,把手中罐子丢了过来。 殷圣之随手接过,心中一动,前辈也在找这个。 这东西,关系到自己的考验,因此十分重要。 换点小钱花而已,朱三口气平淡地说道, 你能够有机会,败入高等炼金师门下,机会难得,好好学习。 其实,法师本身的修炼之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和我中途的自古修行之术,顶多就是在伯仲之间,但是法师们的炼金术你一定要掌握。 因圣之轻耳细听,知道朱三现在所说的话,必定是过来人的金玉良言。 魔经,尤其是魔经。 法师的力量完全就建立在魔经之上,我等齐国要强大,摆脱王国灭种的命运。 我等修行之人要能够和法师对抗,就一定要掌握魔经的秘密。 说着,剑神朱三的身影就要消失。 殷圣之急忙叫道,前辈,有件重要事情。 剑神朱三身形停住,什么事情? 关于东窝人。 殷圣之把上次见到女海神的事情说了。 殷圣之微微松口气,这件事情放在心中很久了,一直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赖,并且有能力的人商量。 好在这次碰上了朱三。 大法师,东窝人。 我知道了。 剑神朱三说着,沉默了一刻,却突然对殷圣之说道,国内局势不稳,当有大便。 林侯尤尽灯哭,怕是活不大久了。 殷圣之听了,顿时觉着心中一震,不由师生教导,什么?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林侯已经向朝廷上了奏章,希望死后被封为武侯。 殷圣之心头再次一震,这么看来,这事情肯定不会有假了。 不妙,西南从此多事了。 当今齐国虽弱,数次兵败受辱于列强。 但是局势勉强能够支撑者,便是在于国内有着几个大老巨头,撑着场面。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自然是当朝载府,平张军国的张秋晨。 然而,川兜林铁岩也是同样支撑时局的晴天壁住。 当年大齐并没有进入王朝末世,而是处在鲜花这锦,烈火烹油的急盛之势。 刚刚平定墨北、草原的枪湖,这个自古以来的大敌。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罗巴列强之军自东南海边登陆而上,数千之军大破大齐十多万军队。 此时大齐强军正在墨北追往主北。 本以为这数十万强军调回,必能轻易剿灭罗巴这些海鲁。 结果极北之地的伊凡沙基帝国的克里克骑兵在大齐大军撤退而回的时候,抄了大齐军队的后路。 损失惨重的大齐精锐却在朝廷严令之下彻底回援。 然而,却在离着天津不过百里的长桥一战,被以一代劳的数千罗巴军队彻底打垮。 然后罗巴大军攻陷天津。 当此之时,天下震动。 大齐百万精锐,居然一扫而空。 这就是罗巴人津津乐道的神伐之战。 也被大齐称作长桥之耻。 好在此时,大齐虽然败,然而人心不失,就在这等存亡危机之时, 各地人人一世纷纷起兵,召集乡团,一边维持地方,一边宗凤皇室秦王。 罗巴军队虽强,但是毕竟人数太少。 控制不了如此偌大的大齐疆土,眼见着形势不妙,最终退走。 而就在这般时候,全国各处涌起了无数英雄豪杰,各自叱咤一方。 若是按照古来的历史,这个时候就要上演秦师齐鹿,群雄共竹的戏码。 然而因为有罗巴强敌在侧,各方势力最终妥协,尊奉皇室,驱逐杨鲁。 而剑神诸三口中的这位林侯林铁言,便是当时趁势而起的豪杰之一。 在西南各州郡之中,威望极高,曾经在朝廷大军拜计,地方兵力空虚,吸垂各地洞主,瞒债蠢蠢欲动的时候。 以县位之身,率领三百县兵,平定两州七十六栋蛮兵,尽收其兵为部下,最终率领两万大军秦王的传奇人物。 人称国朝中兴,五大豪杰之一。 而现在,更是身为西南数州名义上的盟主,朝廷封为侯爵,都督西南诸州军事。 这么一位大佬,可以说是稳定西南政局的关键人物。 他一死,西南那边的局势恐怕会很不妙。 再加上那阿尔弗雷德王国和东窝人在背后不知道搞什么阴谋,越发让人觉着形势不妙。 自当年长桥之败,朝廷威望虽不敢说一扫而空。 但是实际上,政令已经不能通行天下,地方上早已经呈现割据之势。 而这些罗巴扬鲁依旧虎视眈眈,寄予我神州之土。 其中,又以伊凡沙基帝国和东窝人对我领土窥视最深,时刻准备割裂我五辽之地。 而又以阿尔弗雷德王国最为凶蛮,占据我海江,割我以商力。 所持者为何? 除了兵强贾力之外,就是因为那法师之力了。 这些年来,不论是朝廷,还是各方诸侯无不清理派出留学生,想要学会西洋人的这些先进知识,回去振兴国家,统一疆土。 他日带国赴民墙,再和杨鲁一战。 看看到底谁受审罚。 朱三说道,我习剑术,不过十人敌,百人敌之术。 还望君多多努力,早日学会那罗巴列强的万人敌之术。 第四十五章,学习购梦术。 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又对殷胜之抱以期许。 殷胜之想起,当日自己神窍一开,就有那么多的从不认识的留学生侨胞们纷纷而来,护持在自己身边。 又有剑神朱三、吴俊领事这等宿昧平生之人,为自己的事情奔走帮助。 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机会,学得那法师知识,强大国家。 一时间也不由地为之热血澎湃,觉着自己身上责任极重。 此时的殷胜之已经不是为自己活着,也不是为自己的一己好奇心而要学习法师知识。 而是承担了不知道多少人的殷切希望和寄托。 殷胜之郑重拱手,说道,先生放心,在下一定不如使命。 不仅要学会法师知识,还要带回开窍药剂和魔精的制造方法回去。 朱三大笑,好好好,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些,便随时拆遣我老朱便是。 我给你的信物,你可以随时找人联系我。 说着,大笑声中,这次身形真的消失不见。 随着朱三的消失,整片梦境都开始消失,四周的树林,阴雾之中的建筑。 一切都随着梦境消失,变为空白。 一切重新回到灰色之中,这时候殷胜之耳边就听到有人说道,你醒了。 殷胜之微微张开眼睛,就看到了鲍勃等人,他们的神色同样古怪。 一个原本并没有的罐子出现在了殷胜之的手中。 殷胜之的目光越过了他们,望向了四周。 果然发现,四周整个雾气早已经全部消吞,虽然还有血腥味并未散去, 但是那种如同梦境一般的阴冷不真实的气息都已经消失。 阳光射在地上也有着温度,更不时地传来鲜活的鸟叫虫鸣。 还有一堆堆的百姓,他们精神萎靡地坐在地上,被士兵们所看守着。 原本还以为附近公寓的平民们死光了,却想不到最后居然还有这么多活了下来。 这就是诅咒之气。 快快,封印起来。 几个士兵搬来沉重的铅箱,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放了进去。 这个陶罐和殷胜之在库房之中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想来和那个陶罐是一对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都被放入沉重的铅箱之中,然后灌入了液体水银,将陶罐淹没。 最后,箱子被合上,然后焊死,最终再贴上了封条。 一直把这套程序全部做完,那百德文等人方才送了一口气。 这里的梦魇被驱散了吗? 殷胜之好整以侠地坐了起来,穿上衣服。 鲍伯还没有说话,那位忠孝已经按住了殷胜之的肩膀,他大声叫道, 你是个天才,没错,你是个天才。 只用了半个小时,你就把这里给净化了。 我们那可怜的小鲍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可是整整花费了七天时间。 听着忠孝夸张的叫法,鲍伯的脸红了。 他叫道,那个时候我才刚刚解开了第一个迷宫,那时候我才十岁,不对才九岁。 只有那德维特看殷胜之的目光却是越发不爽了起来。 殷胜之笑而不语,只是看着。 经历过今天这事情之后,殷胜之隐隐约约地对于很多事情有了猜测和了解。 好了,没什么好看的热闹了,赶紧收拾收拾,这里已经净化干净了。 和鲍伯斗了几句嘴皮子之后,伯德文忠孝高声叫道。 他心情很不错,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完美,没有一个战事死伤。 就连来的这个新人法师学徒,也都要比他预想之中的厉害,让他心情很不错。 你真厉害,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就找到了这诅咒之源。 就算是我,现在最起码也需要三五个小时才能净化这里呢。 鲍伯的脸色依旧微红。 殷胜之心道,这不是我厉害,而是剑神珠三帮忙而已。 只是这话自然不能说,他看着这鲍伯脸红模样,忽然生出一个念头,这小子莫非真的是个女人吧? 主要是鲍伯的岁数不大,也就不过十五六岁而已。 如果是一个发育晚的女孩子,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这时候,从喉结之类的地方,就根本看不出来的。 不过,殷胜之只是想了一想,注意力很快就被鲍伯说的内容给吸引了。 至于鲍伯是不是女人,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法师为何这么重视购梦术? 想必经过今天的事情之后,你也应该有所感受了吧? 殷胜之不有点头,他确实是感受到了。 按照学院派的教学方法,学徒们应该从掌控梦境期一点点地做起,最后要修炼到五年左右,有着预备法师资格之后,才能允许进行购梦术的修炼。 不过导师认为你能够解开五个迷宫,精神力已经快要达到中等学徒的标准,所以才让你直接体验了一把。 这次回去之后,导师应该会教你真正购梦术的精髓了。 购梦术的精髓? 殷胜之喃喃自语,他原本还以为这老十字购梦术并没有什么好修炼的呢。 不过,这考验一次方才传授一点真本事的方法,想要彻底把法师学问全部掌握,可没有那么容易呢。 国内局势不好,需要众多人才学成之后回国校里,我怎么也不可能在外面学个几十年吧? 对于殷胜之来说,这并不是好高骛远,而是很多法师知识,基础的法师训练对他并无多大用处。 从头学起,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不过,鲍勃有一点没有说错,这次考验的结果让阿尔文法师十分满意。 回去之后,阿尔文法师就夸奖道,你们做得很不错,我已经听说你们的表现了。 殷,看来你对购梦术掌握得很不错。 阿尔文干咳一声,对了,从明天开始,应可以跟着我学习购梦术,而鲍勃明天可以跟着我学习入梦术了。 刚好你们是一对,可以一工一房,进行演练。 购梦术?鲍勃不是教我了吗? 殷胜之诧异地问道。 鲍勃道,我给他展现了空房子和游乐场,一个购梦术,一个碎梦术。 阿尔文冷笑一声,空房子和游乐场。 这点入门的东西你就你以为你学会了购梦术了吗? 购梦术就那么简单。 我们法师一切的法术基础都建筑在购梦术上。 那么多法师,用着数百年时间那购梦术推演完善的东西,就那么小儿科。 第46章,深层梦境。 嗯,殷胜之立刻闭紧了嘴巴。 也许你觉着购梦术只是一个小儿科的东西。 那么,鲍勃用购梦术教训一下他。 阿尔文法师忽然发出命令,就用最简单的空房子。 是的,导师。 几乎就在阿尔文法师刚刚下令,殷胜之都来不及说话, 猝不及防之下,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殷胜之被摔到了一片黑暗之中。 这时候,殷胜之对于初入梦境已经十分的有着经验了。 他立刻知道,现在自己已经处于梦境状态之中, 心中不紧不惧,反而跃跃欲试, 让我看看什么购梦术到底多厉害。 心头念头一动,手中就显出一团火焰来,将四周的黑暗照亮。 眼前所显出的,是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 一无所有,甚至连门窗也都不存在。 殷胜之等了半天,还没有见到这房间之中生出变化, 心道,这算什么? 难道这样,就想要把我困在其中? 有这么简单吗? 看我大大大大。 他心中默念,毕竟是梦境意识,身形立刻跟着念头不断变大, 渐渐就要高达天花板的时候, 这房间却也跟着他一起变大。 不论殷胜之的意识变大多少, 这房间永远要比殷胜之大着那么一点。 这让殷胜之很快目标, 这样下去就等于比拼精神力的强度。 自己毕竟神窍开辟时间太短, 硬拼的话绝不是鲍勃对手。 所以殷胜之很快想明白这一点, 身形缩小下去, 整个房子也跟着缩小。 一块魔精之中, 清晰地将梦境显现出来, 呈现在阿尔文法师的眼前。 咦,这个音很聪明吗? 这么快就掌握了梦中意识的用法, 有意思,有意思。 阿尔文法师看着殷胜之无师自通的点燃火焰, 并且身形放大, 不由赞倒。 大部分的学徒都要经过专门的意识训练, 而殷胜之已经自己掌握了。 鲍勃, 不用和他硬拼, 用迷宫困死他。 淡淡指点的声音传入鲍勃的意识之中, 那鲍勃很快就跟着改变了梦中的布置。 就在殷胜之想办法如何破坏这屋子墙壁的时候, 忽然见到墙壁之上, 开出了一道门来。 殷胜之放弃了破坏墙壁的念头, 他知道, 这样搞不好, 又要变成比拼精神力强度。 所以, 殷胜之干脆地随着门口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不知道通向何处。 不过殷胜之也并没有在意, 跟着这走廊走了下去, 却见着这走廊曲折无比, 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殷胜之走了一段, 忽然停下脚步, 按道, 不对, 这好像是一个迷宫。 接着, 殷胜之再走了几步, 确认这当真就是一个迷宫, 而且似乎有些眼熟。 好像是第四练习迷宫, 殷胜之有些不敢确定。 毕竟二维的迷宫在梦境之中变成三维, 这就有些不好确定了。 但是随着越走下去, 越发觉着自己猜测没错, 这就是第四练习迷宫。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迷宫题居然还有这等作用? 殷胜之微微一丝存, 加快脚步向着出口而去, 毕竟他也曾经解开过第四迷宫的, 对于出口并不陌生。 然而殷胜之还没有走出多远, 忽然正住, 不对, 迷宫变化了, 这已经好像不是第四迷宫。 有些, 有些好像是第一迷宫, 也不对, 应该有第七迷宫的味道, 我就说嘛, 这等迷宫, 也就不可能死板运用, 怎么可能明知道我熟悉迷宫题, 还给我这么一个巨大的破绽。 当年岳武目所说, 震而后战, 兵法之长,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用在这些迷宫之上, 岂非也是一般。 只是, 这时候想明白这个道理, 未免晚了一点, 毕竟这个时候, 殷胜之已经被困入这迷宫之中。 不论他前进后退, 甚至想要长高, 飞起, 然而都依旧在这迷宫之中。 甚至殷胜之打破一层层走廊墙壁, 然而外面依旧还是层层迷宫, 终于让殷胜之见识不可违, 他停了下来。 殷胜之原本以为够梦术,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无非是观想而已, 玩弄意识, 此刻他虽然被困住, 但是心中却在冷笑, 这等东西, 根本困不住人。 意识可不是只有一层啊。 只是殷胜之犹豫的是, 自己是该藏桌, 还是该显出真本事来。 不管了, 非常人行非常之事。 我若是事事束手覆脚, 又如何能够见到法师的真本事? 梦中有梦, 梦境可以有着好几层。 而意识同样如此, 就连道门称之为石神这一块的意识, 最起码都能够分为两层。 哼, 在表层意识之间, 便是建筑的迷宫再如何厉害。 一旦被人侵入深层意识, 却又如何? 殷胜之一声冷笑, 只是一跺脚, 就往地下沉去, 整个迷宫地面好像都跟着沉沦嵌陷下去。 跟着, 殷胜之就已经穿入到了更深一层的黑暗之中。 这里光怪陆离, 磅佛一块块的星云, 到处都是虚空, 似乎一闪一闪的无数星辰。 然而却都极远, 根本到不了近前。 对于这种场面, 殷胜之早就在突破这等深层意识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 对于他现在脆弱的原神意识来说, 突入到深层意识之中, 也是十分危险, 很有可能迷失其中, 再出不去。 梦境之外, 那阿尔文法师也对这等变化有着突兀的措手不及之感。 此刻他眼貌精光, 喃喃自语, 好小子, 居然自己找到了这层的破绽。 鲍博, 迷宫游乐场。 最后一句话, 却是对于睡梦之中的鲍博所说, 得了这声信号吩咐, 便是连殷胜之所处的深层梦境都开始变化。 四周亮了起来, 似乎是无数的星辰, 如同灯泡一样的拉近了过来, 变得五光十色, 璀璨生辉。 这是晚上的人生笑语, 人流穿梭的游乐场。 一排排行人, 从殷胜之身边穿流而过, 向着各种游乐设施走去。 海盗船那边, 传来巨大的欢呼声。 第47章, 购梦术训练。 殷胜之却下意识地, 向着旋转木马而去, 一群小孩正在旋转木马上欢笑, 大叫。 旁边的父母们, 跟着欢呼。 就在这种无比欢乐热闹的气氛之中, 却有着一个白衣少女, 就这么落寞地坐在木马上, 格格不入。 似乎他一出来, 就把这整个世界感染得变了味道。 一切都是这么熟悉, 就像是殷胜之最初在鲍勃梦中见到过的游乐场和少女的情形一模一样。 不同的只是一个白天, 一个黑夜而已。 原来游乐场是对应这种深层意识的。 殷胜之自从阿尔文法师正式收为学徒, 开始跟着进行系统的法师学习。 他有着前世梦中修行的根基, 触类旁通, 修行这等学徒级别的法师知识十分容易。 很快就已经掌握熟练了购梦术, 开始尝试构造自己的梦境。 购梦术从铸造空房子开始练习, 在梦境之中, 铸造出一个专门的意识空间, 化为一个空房子, 然后衍生出各种家具等等。 这只是最开始初步的练习, 对于达到中等学徒精神力的殷胜之来说, 并不困难。 但是接下来, 却要开始构造一个个人物出来。 第一个要构造出房间之中活动的主人, 这就比家具死物这些困难得多。 然后便是主人的伴侣, 孩子, 一家从一个人变成七八口人, 还要生出宠物。 到了这一步的修行, 就开始十分危险, 因为每多生出一个人来, 就等于多出了一分意识。 在这般情况之下, 一个不好就是走火入魔, 精神分裂。 最后, 要有邻居拜访, 还要开酒会。 总之, 这房子之中塞进四五十人, 各自喝酒, 跳舞, 弹琴说爱, 甚至有人打架。 各色人等活灵活现, 每一个都要像是真人一般, 各自不同性格, 不同种种。 然而, 每一个都要在殷胜之的控制之中。 这几乎就等于分裂出数十个不同的意识来, 对应这么一个个人来。 当然, 能够在空房子之中, 生出三个人来, 这种练习就已经合格, 告一段落。 就比如, 鲍勃就只能生出最基本的三个意识来, 而能够生出四五十个人, 乱糟糟地在房子之中开舞会的, 也就只有高等炼金法师爱尔文一个了。 而殷胜之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之后, 空房子之中已经可以生出五个人来。 当空房子的训练结束之后, 并不代表购梦术的学校已经完结。 要知道, 空房子练习只是购梦术最经典的模板之一, 接下来还有游乐场, 恐怖屋, 大礼堂等等。 空房子锻炼的只是最基础的构造梦境, 甚至分裂控制意识的能力。 而在游乐场之中, 却是开始练习大型梦境的控制力量。 就比如游乐场之中, 成千上万的游客, 你总不能全都一一控制。 因此, 游乐场的构造代表了另外一种的经典梦境模板。 也就是所谓的, 并不控制梦境, 让自己梦境自然演化, 而借机操纵一部分梦境的办法。 原本殷胜之还没有修炼到游乐场, 以为游乐场, 恐怖屋之类不过只是空房子的升级训练方法。 现在却已经知道, 这些果然是空房子的升级训练法, 但是绝没有殷胜之所想的那么简单。 却就在人群之中, 殷胜之私存之际, 拥挤的人流之中, 一把匕首悄无声息地刺了过来。 这一次当真无比隐秘, 已经刺入殷胜之皮肤, 让殷胜之觉着危险痛疼的时候他才发觉。 殷胜之手起箭落, 将偷袭的小孩一箭干掉, 鲜血四箭之时。 但见整条街上, 所有人目光都整齐而又诡秘地望了过来, 看得殷胜之心头发毛之时。 却见游乐场之中, 不分男女老少, 尽数抽出兵器, 向殷胜之扑了过来。 该死! 转眼间, 殷胜之就被淹没在了人海之中, 一瞬间, 不知道被捅了多少刀, 眼前一黑, 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 现在你明白了吗? 阿尔文法师淡然说道。 殷胜之微微苦笑, 明白了。 阿尔文法师也并不再多说, 微微点头, 阿尔文淡淡地说道, 购梦术才是心迷宫的基础, 也是我法师一切修行的基础。 你今天所见识的, 不过只是购梦术很少的一部分, 好好努力学习吧。 只要你的购梦术足够强大, 就算是入梦术都伤你不得。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两个一个学习购梦术, 一个学习入梦术。 一工一房, 正好互相促进。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鲍勃以后开始练习入梦术, 而你练习购梦术。 让他潜入你的梦中, 看是他的毛锋利, 还是你的顿结实。 转眼间就已经半个多月过去, 而这个时候, 鲍勃已经开始修炼另外一种学徒知识, 被称之为入梦术。 当然, 这种入梦术又叫星光体, 是高级学徒的标配法术。 因为不过魔火术之类的法术, 看起来又是火焰, 又是雾气, 光亮之类的。 但是在法术体系之中, 都被叫做戏法, 没有一席之地。 而法师学徒真正掌握的第一个攻击性的法术, 就是这入梦术了。 因为此术可以在梦中杀人, 让人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因此在坊间流传极多, 几乎好像就是法师们掌握的最厉害法术。 而殷胜之却必须等到高等学徒时候, 才能学会入梦术。 但是其实, 殷胜之在梦中前世, 就已经学会了这般神游出窍, 入人梦中的法术。 当然, 殷胜之很快就知道自己小去了法师的入梦术。 因为殷胜之很快就在梦中被鲍博杀了十七八次。 他的购梦术, 不论是空房子还是游乐场, 根本都挡不住鲍博的暗杀。 是的, 暗杀。 只有千日做贼, 哪里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每一夜, 殷胜之都在时刻等着鲍博的刺杀。 因为他一个不小心, 只要稍稍疏忽, 就会不经意之间, 被鲍博潜入梦中, 直接干掉他的意识。 甚至到后来, 有一次殷胜之防了这鲍博一夜, 到了第二日早上, 看了鲍博一眼, 顿时再次被杀。 如果不是殷胜之当初恢复记忆的时候, 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死亡, 灵魂早就已经强横至极的话。 恐怕被人连杀十几次, 心里也会落下创伤阴影。 第四十八章, 无心为胜, 有欲皆烦。 饶是如此, 连续被杀十多次, 殷胜之的也变得心力憔悴。 这一日, 不经意之间, 殷胜之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虽然并没有在头版, 然而却也报道了林铁岩的去世。 佛兰德伦王国的报纸上称其为传奇军阀。 上面介绍道, 当神伐之战之后, 帝国的正规军为之一扫而空。 西南动荡, 蛮人们将要攻打林铁岩的家乡的时候。 十年三十四岁的林铁岩忽然挺身而起, 散尽家财, 招募乡人组成民团, 然后从保卫家乡, 到一直平定了整个西南的叛乱。 到最终率领二万西南人马前往天津秦王, 被封为侯爵的种种传奇故事。 日后镇守西南, 甚至在高原上挫败阿尔弗雷德帝国入侵。 这等人物经历, 就算是罗巴大陆也很是传奇, 在报纸上不断报道。 大齐朝廷最终封其为中武王。 当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殷胜之一下子心情变得极坏。 大齐这几颗晴天巨珠又有一根倒下了。 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悠然生出。 临终武王一死, 西南方向怕事会有动荡。 此绝非国家之福啊。 阿尔弗雷德王国是当今世上第一强国。 其在百十年前, 就已经占领了西天大国孔雀王朝, 隔着高原雪山和大齐西南诸州郡相对。 并且不断地凭借其强大的力量, 向着这些地方渗透。 全靠林铁岩一个人的能力威望镇压局面, 抵制阿尔弗雷德的渗透和压迫。 如今林铁岩一死, 西南怕事要从此多事。 再联想到东窝人居然准备再造两位大法师出来。 如果真让东窝人成功, 必然会虎视五辽之地。 若是在引得伊凡沙基地既于北末, 甚至南末。 其他里华瑟尔王国出兵交旨。 若大东齐, 就要被整个四分五裂, 被瓜分殆尽了。 一想到此下场, 因圣之不寒而栗。 事实上不仅是他, 便是东齐每一个知道局势的人人之事, 梦中最恐怖的梦魇, 便是这个。 此乘危机之际, 为丈夫报国之妻。 若是真的花个数十年学会那法师知识, 到时候又有何用? 因圣之照镜子的时候, 居然被自己两颊深陷, 眼眶发黑, 这等人不仁鬼不鬼的样子, 吓了一跳。 镜子之中的因圣之不仅瘦了许多, 而且似乎也开始衰老, 眼角处出现了许多细细的皱纹。 因圣之再一次地意识到, 法师修行这完全是在压榨精神力。 以阴圣之所见过的法师, 几乎每一个都是身形干瘦不说, 而且都是体质极差, 寿命也都不长。 据说一般法师的寿命很难超过六十岁, 也只到了大法师一级, 寿命才会大幅度增加。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世界上又有几个大法师呢? 每一个大法师都是其所在国家的瑰宝, 镇压气韵的存在。 每一个强国所最终抗衡的不是普通军队的多少, 是否强大, 而是看大法师的数量。 阿尔弗雷德王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拥有七个大法师。 所以说, 大法师十分稀少, 一万个法师之中, 也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能够晋升成为大法师。 而殷胜之这般被连续在梦中斩杀, 心神损耗更大, 就越发显得如此了。 这样下去不成啊, 很快我就要为老先摔了。 殷胜之心中叹道。 不过, 好在再过两天, 应该就有雷雨来临了。 两天之后, 雷雨来临之前的夜间, 殷胜之反观内照, 一缕光明照入黑暗十海之中, 却要比最初打开神窍时候, 要强大两三倍。 可见, 这一个多月来, 殷胜之的精神力, 或者可以说原神壮大了多少。 这些法师修行, 只是追求精神力强大, 却不知道肉身也是同样最重要的东西。 只修性不修命, 此事修行第一病。 难怪一个个那么为老先摔, 命不长久。 殷胜之反观之下, 就已经觉着自己精神力强大的同时, 体质似乎变得比以前弱多了。 这书不能忍。 神光照入精俏之中, 这时候, 殷胜之就要把所谓的精俏给打开。 哄! 恰好就在此时, 一声巨响, 雷霆劈过, 殷胜之猛然对着雷光一息, 采取雷煞之光, 落在心腹之间。 咔嚓, 一声, 磅佛身中下处, 某个地方破碎了开来, 一股强大的热气宛如火焰一般的牲畜, 就直接往那沉根之处涌去。 无心为胜, 有欲皆烦。 就在这精俏打开的一瞬间, 殷胜之再次眼前一黑, 涌入黑暗之中。 轰隆! 雷霆劈过, 大雨倾盆。 依旧是那方人际稀少的山中公路, 殷胜之躲过了车撞, 躲过了危险。 在山中乱窜之间, 却遇到大雨山崩。 前方的山坡上发生泥石流, 大片的泥土和石头宛如雪崩一样, 从山头塌落下来。 殷胜之连滚带爬的, 从野营帐篷之中爬出, 向着高处逃去。 深夜大雨之中, 不便南北东西, 让他一脚踩滑, 忍不住向着山坡滚落下去。 不会这一次, 又是这么死了吧? 殷胜之隐约之道, 自己似乎又是在前世的梦境之中。 人的魂魄之中藏着素适的记忆, 随着修行, 都会一点点地显露出来。 这在佛门之中, 就叫做漏尽通。 而在道门之中, 却并不追求这个, 只是将其当成魂魄的胡作非为, 是需要降伏的对象。 因此, 此刻殷胜之再不去观察那魂魄之中的记忆, 眼见着自家落入泥石流之中, 被淹没而去, 心中却也没有半点波动。 只管将这一切都是当成过眼云烟, 然后追随原神之光清醒过来。 将这一股力量和雷煞之力一起, 在丹田之中左右烹炼, 然后运转之间, 滋润五脏六腑。 阴胜之再次睁开了眼睛, 但见自己身上的原本的销瘦和苍老已经消失, 回到原本年轻健康的状态, 甚至皮肤上都隐隐有着一道光芒。 不行, 这样太明显了, 正常人都能看出我的情况不对。 他这么想着, 微微控制自己的晶圆血气, 自身的脸颊陷陷了下去, 就连皮肤上刚才的一层健康的光韵, 也都消失不见。 第四十九章, 鬼怪宝。 对于殷胜之这么一个上仪式, 已经修出原神的高手来说, 控制周身血气, 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此时殷胜之表面上和原本一样, 脸颊消瘦, 眼窝深陷, 但是其实五脏之间经过刚才滋润, 已经变得十分有着活力。 他满意地笑着, 却见窗外大雨倾盆, 显然雷霆止住, 然而大雨威胁。 就在这个时候, 殷胜之忽然听到耳边有人说道, 想不到你还十分谨慎, 不肯让我看到你的来历? 不过, 你知道你被骗了吗? 殷胜之眼神一宁, 精神力迅速地扫过四周, 口中低喝道, 谁? 然而房间之中, 除了殷胜之他自己之外, 却是一个人也都没有。 这越发让殷胜之色变, 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在现实之中, 而是在梦境里面。 什么地方? 殷胜之忽然发现自己, 居然在一座巨大而又空旷的古堡之中, 墙壁上的蜡烛离着太远, 以至于显得越发阴森。 然而, 随着摇曳的火光, 却让殷胜之看到楼梯扶手, 靠墙雕塑, 过道转弯, 居然有着一个个雕塑。 剑术都是一个个罗巴大陆所流传的怪物形象, 除了各种石像鬼雕塑之外, 有着巨大的如同蜥蜴一般的龙。 还有一个个长脚的恶魔头颅, 越发让这个地方显得十分危险神秘。 一个声音凭空响起, 这里是鬼怪宝。 鬼怪宝? 殷胜之顿时一愣响了起来, 购梦树分为空房子、 游乐场、 恐怖屋等等之外, 还有一个鬼怪宝。 对, 就是这个鬼怪宝。 殷胜之刚想到此处, 那声音就回应道。 随着这声音响起, 殷胜之就能够感觉到 眼角边似乎有什么黑影闪过, 蜡烛摇曳。 这让殷胜之迅速地戒备起来, 剑决一招, 一道雷煞聚集在手, 化为常见。 刚刚采集而来的雷煞, 新鲜、 灵力, 带着任何邪魔都畏惧的属性, 已经将一个怪物照耀了出来。 在这雷煞光芒之中, 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石像鬼。 鬼鬼祟祟地潜入到了 殷胜之身前数米之处, 此刻被雷煞光芒一照, 顿时僵直, 庞佛重新化为一个石雕。 然而, 殷胜之出手又何等狠辣? 只是冷笑一声, 雷煞刺出, 已经让石像鬼如同蜡烛一般的融化。 石像鬼最终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 回荡在整个古堡之中, 一时间经得所有像是石雕一般的石像鬼 尽数飞了起来, 像是巨大蝙蝠一样的尽数飞起。 哈哈哈哈, 可怜的家伙, 你已经惊动了所有石像鬼的, 战斗吧! 只要你能够打赢他们, 你就能够获得鬼怪宝修行的秘密。 但是如果你被这些怪物给杀掉, 相信我, 这一次你也绝对活不了。 一个猖狂的笑声响彻在整个古堡之中, 随着大笑, 拍打着翅膀的石像鬼一股脑地向着殷胜之给冲了过来。 殷胜之脸色不变, 他相信这声音所说, 这次如果自己的意识死了, 那下场肯定不妙。 甚至最好的下场也都不过只是意识死亡, 身体变成植物人而已。 但是, 殷胜之并没有一丝的畏惧。 轻贺一声, 雷煞所画长剑忽然凝聚成球, 射向空中, 爆炸开来。 起码就有七八个石像鬼在爆炸之中被波及, 被炸碎消散。 然而, 这些石像鬼起码还有四五十个之多, 眼见着扑过来的时候, 殷胜之忽然身上尽数发出神光, 如同雷霆利剑一般的射向各处。 宏大的声音来回响起, 天地玄宗, 万器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为道独尊, 体有精光, 复应无身, 咒语精光在古堡之中来回激荡, 锁过之处, 不论是那些漫天飞舞的石像鬼, 还是其他各种神怪雕塑, 居然都咔嚓粉碎开来。 甚至整个鬼怪宝都在这咒语精光之中, 宛如就要瓦解。 该死的, 快停下, 快停下。 一个尖利的声音嚷道,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操纵一切的, 幕后黑手般的邪恶, 而又气定神闲, 变得气急败坏。 因圣之根本不理, 继续颂咒, 颂持万变, 身有光明, 三界侍卫, 五帝私营, 万神朝礼, 一时雷霆, 鬼妖丧胆, 精怪王行。 这是道门传承最为广泛的咒语, 几乎每一本法本, 开头都是这八大神咒。 甚至连后世民间法教也不例外, 顶多不过有着少少区别而已, 给人一种烂大街的感觉。 但是要知道, 越是烂大街, 就越是经典, 其中拥有的力量, 本就非其他小众所能匹敌。 尤其是得了真正传承的高手, 福、 印、 钢、 绝, 法器一应俱全, 好吧, 其实现在福、 印、 法器都不全。 但是殷胜之刚才踩了雷煞, 在此梦境之中炼煞成钢, 威力却是要比现实之中不知道大了多少。 此刻施展出来, 以雷之钢煞, 演化金光, 此刻整个梦境都要摧毁。 在阿尔文法师门下学习, 殷胜之一直都在夹着尾巴做人。 他是齐国人, 要来学习法师知识, 身份本就尴尬, 一向夹着尾巴做人。 确实早已经憋得狠了。 此时, 又不开眼的家伙撞在殷胜之手中找死, 殷胜之哪里还会客气? 眼见着整个古堡都要塌陷, 那声音已经变成哭腔哀求。 殷胜之这才冷笑一声, 收了法觉, 道, 你说这鬼怪宝是怎么回事, 和我说清楚。 那声音老实下来, 说道, 法师的购梦术训练, 单凭空房子和游乐场永远抵挡不住入梦术的刺杀。 所以进行鬼怪宝训练。 当第二天夜间, 鲍勃在故技重施, 趁着殷胜之半夜精神稍有些不备, 恍惚的时候, 就立刻栽在了殷胜之手中。 他用入梦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殷胜之的梦中, 根本就没有惊动殷胜之的任何反应, 心中暗喜, 又要刺杀殷胜之一次的时候。 却在这时候, 轰得一声巨响, 鲍勃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感觉火光爆炸, 整个人的意识已经回到了身体之中。 半天, 他都经济无语, 除了心脏狂跳之外, 浑身上下居然一动也不能动。 死亡的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 第五十章, 法师等级。 即使阿尔文法师已经把后遗症给减弱了几十倍, 但是这种感觉还是十分不舒服。 最让鲍勃不服气的是, 他连自己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地, 刚刚进入殷胜之的梦中, 就被炸飞了。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哼, 肯定是这次殷胜之运气好, 瞎猫碰到死耗子, 这才发现我的。 鲍勃不服气, 结果连续几天都栽倒在殷胜之的手中, 每次入梦之后都被发现, 然后死得惨不忍睹。 他可没有殷胜之那么强悍的原神素质, 在梦中死了两三次之后, 整个人已经憔悴无比, 带着大大的黑眼圈, 脸色苍白无比。 这时候, 那鲍勃才意识到, 你已经开始进行鬼怪宝的训练了。 殷胜之微微点头, 坐在上手边, 看报纸边, 吃饭的爱尔文法师文言, 也吃惊地抬起了头, 为殷胜之的进静而感到震惊。 如果说空房子锻炼的是主意识, 而游乐场就已经涉及潜意识, 那么, 鬼怪宝完全是潜意识的训练。 所谓的鬼怪宝, 其实是在潜意识之中塑造护卫, 来守护梦境石海。 只是用来护卫梦境石海的, 往往结合潜意识之中的东西, 塑造成一些凶猛的妖魔鬼怪云云, 所以被称之为鬼怪宝的训练。 而购梦术到了这一步, 其实已经摸到了高等学徒的门槛, 也就是掌握了潜意识防御, 才能够和拥有入梦术的对手相抗衡。 我还没有教你鬼怪宝。 阿尔文法师说道, 阴圣之怂怂间, 说道, 被鲍勃杀几眼了, 自己想到的。 阿尔文法师深深的一眼看了过来, 轰, 石海之中一声清响, 眼前一黑, 已经进入到了梦境之中。 呜呜, 几乎就在阿尔文法师, 刚刚入侵到阴圣之的梦境之中, 还没有看清楚具体环境, 就听到一阵怪响, 一列发出巨大动静的蒸汽火车, 就那么当头撞了过来。 阿尔文法师脸色不变, 一步踏出, 却见火车上无数射击口全部打开, 然后子弹像是暴风雨一样的射了过了。 有趣, 居然把梦境防御做成是这般模样。 阿尔文法师说着, 再是一步踏出, 梦境一转, 已经来到了陌生所在。 到处都是高大的, 足有数百米高的高楼, 外表却都是宝石一样美丽的玻璃, 映衬着蓝天白云, 显得无比雄伟壮观。 路面开阔, 然而一个行人也都没有。 下一刻, 就听到脚步囊囊, 无数身穿古怪迷彩的士兵们冲了过来, 离着极远的距离就开始开枪。 不愧是军人, 居然连这等鬼怪宝都搞成这样。 阿尔文法师露出一个啼笑皆非的表情, 一般法师潜意识之中, 对于神秘侧的力量更加感兴趣。 所以, 化生出来的防御力量, 往往都是传说之中是神魔鬼怪, 但是阴圣之这种潜意识之中, 化生出来的居然都是士兵, 这就有些意思了。 看来并没有其他力量插手的痕迹, 应该是阴圣之自己领悟出的。 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先例, 一些天才总能自己领悟, 创造出一些新的训练方法。 若非是一代又一代的法师们不断推陈初心, 法师们又怎么会如此强大, 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 而阴圣之虽然是来自东方齐国, 但是从现在的种种痕迹看来, 他也是个天才啊。 甚至比鲍勃还要更强一点。 不过,具体如何, 还是要经过进一步考验观察的。 法师的传承只能传承到认同法师理念的人手中。 传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造的过程。 想着,他一挥手, 无数射来的子弹被钉在了半空之中, 然后阿尔文法师消失不见, 回到了梦境之外。 有意思。 阿尔文法师笑道, 这就是你的鬼怪宝, 却是太粗疏了一些。 这时候, 殷圣之也从黑暗的梦境之中清醒过来, 庞佛只是眼前一个恍惚诗神而已。 庞佛知道殷圣之想着什么, 阿尔文法师笑道, 等你的鬼怪宝建设完成, 以后再想进入你的梦境意识,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顿了顿, 又道, 你进步得很快, 很快就能够达到高等学徒的水平了。 对了, 法师等级该如何区分呢? 殷圣之忽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阿尔文法师微微一笑, 是以鲍博来说。 看来这位法师并不是很勤快, 太多基础性的东西, 都不愿意自己重复教导。 不过好在这等问题, 对于鲍博这种正式的学徒来说, 并不困难。 他眨着眼睛说, 如果是我们学徒的话, 其实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等的。 学徒还要分这么多等? 殷圣之稍稍有些愕然。 那是当然, 入门学徒起码要掌握三个迷宫, 才有资格升入中等学徒。 而你显然已经有了成为中等学徒的资格, 不过你显然还没有学会这些迷宫的用法。 高等学徒起码要掌握七个迷宫, 而只有掌握十个迷宫, 才有资格成为正式法师。 而正式的法师, 其实又被叫做星体法师。 能够星体出游? 星体, 也就是星光体吗? 如此说来, 殷圣之的心中顿时一震。 接着就是星桥法师了, 传入之中星桥法师能够出入死亡, 或者一切不可思议的世界。 也被称之为中等法师。 高等法师, 就是掌握心迷宫的法师。 殷圣之问道, 没错, 那么大法师呢? 而大法师, 又被称之为真正法师, 不过到底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鲍勃谢说道, 大法师, 大法师? 普通的法师也就罢了。 只有大法师, 才是真正能够镇压一国气运的存在啊。 殷圣之看向阿尔文导师, 却见他怂怂肩道, 现在和你们说大法师太早了, 好高骛远。 你们现在的任务是, 早日成就真正法师再说吧。 殷圣之英事之余, 又想起了上次那个梦, 梦中那位海中女神告诉他, 两个东窝人, 可能成为新的大法师。 哼, 东窝有了一个大法师, 就已经横行如此。 若是东窝人有了三个大法师, 定然想要蛇吞巨像, 想要吞并我大旗。 此事绝不能让他们成功, 但是, 我该怎么才能破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